嗨,大家好,我是洛杉矶的地产经纪阿伦 今年夏天,洛杉矶遭遇了十年罕见的高温天气 已经连续十多天,白天的温度破百 甚至最高达到了105度 今天白天,尔湾的温度依然破百 不过到了傍晚的时候,尔湾的市民都来到了冰球馆 大家都知道尔湾是一个非常吸引华人的城市 在这里面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冰球馆就是其中之一 无论外面再怎么炎热,到了里面和冬天是一样的 好了,让我们感受一下里面的凉爽 这就是尔湾著名的冰球馆 在2028年的时候,洛杉矶会举办第三次奥运会 到那个时候的话,这个冰球馆会是奥运会的场馆之一 这里面来玩的华人也非常多 这个冰球馆是一个滑冰设施的租赁处 可以租冰鞋和各样的专用设备 这边是餐饮区 滑冰滑累了可以在这买一些快餐 冷饮咖啡 还有卖薄米花的 就是教练准备带这些学员要进行训练了 这里面共有四个馆 这个馆目前在这里进行训练 这里有专业的教练 外面历日严严 里面却是非常非常的凉爽 非常舒适和冬天一样 这个属于游乐区 那在这面呢就属于纯弯 不属于任何专业级别的训练 可以在这划短刀 只能看到吧 这个尔湾的华人的孩子非常的多 在尔湾呢 就华人和老美完全是融为一体的 是一个大的家庭 这是第四个馆 这个尔湾冰球馆呢 一共是有四个球馆 是在尔湾大公园 那这个馆呢 第四个馆呢 目前马上就要进行一场比赛了 所以这帮孩子们在已经预备了 所以大家能看到 尔湾的市民的生活是非常惬意的 那即使外面天气再炎热 在尔湾也能享受到冬日的凉爽 所以到傍晚的时候呢 大家都来到了冰球馆 来享受冬日的快乐 所以尔湾呢 不光是有冰球馆 还有各式各样的 完善的体育和娱乐设施 这也是众多的华人 最终移民到尔湾的主要原因